在1900年,一色邮轮上载满了乘客诗向美利坚国家,所有人见到自由女神的那一刻都站在甲板上欢呼雀跃,向自由女神像招手,这是他们梦寐以求向往的地方。 时间回到现在,生活拮据的小号手麦克斯不得不来到乐器店中卖掉自己的小号,店内老板拿起来观察了一番,并把价格压到最低,收取这把小号。 在迫于生活无奈之下,麦克斯最终接受了低价回收。 麦克斯恋恋不舍跟着自己一生的小号,他请求老板能够再给他演奏一曲,也算是为其画上圆满的句号,不过却迎来老板的不耐烦。 话虽如此,但老板还是将小号拿给麦克斯吹奏一曲。 随着声音响起,老板这时的音乐盒也传出来一曲声音一样的钢琴曲。 他追问麦克斯这首曲子的来源,以及作者名叫什么。 伴随着老板的提问,麦克斯在思绪中拉回到过去。 在维基尼亚号上,有一位黑人卤工丹妮。 他趁着乘客们下船之际,来到头等舱中,试图寻找一些乘客们留下来有价值的东西。 然而就在这时,一个篮筐引起了丹妮的注意。 里面有一个被遗弃下来的婴儿,丹妮环顾四周无人,便将婴儿带到锅炉房进行抚养。 面对这个没有出生证明,也没有名字的孩子,在丹妮一番思绪过后,觉得这是在本世纪刚开始的第一个月,第一天找到的,便将他的名字取为 由于名字太长,船员们都叫他1900。 随着时间流逝,1900也一天天长大,他没有出生证明,也没有国籍。 1900只能生活在这个不为人质的锅炉房下方生活,没让1900下过船,好在有养父的陪同下,他也生活得非常快乐。 船员们也都喜欢1900,给他最好的教育,然而不幸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 由于船只遇上了暴风雨,船身摇摆的厉害,在意外中,丹妮被掉落下来的铁链砸中头部,不幸离开人世。 这让1900又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孤儿。 在为丹妮下葬的时候,1900听到了一阵音乐旋律,他向声音锁在地慢慢靠近,透过窗口,1900看见了里面的人们随着音乐在舞动身姿。 到了夜晚,1900忍不住来到头等舱中,坐下来独自弹奏一曲音乐,这让被惊醒的人们都感到惊讶。 船长却告诉1900,独自弹奏音乐是违反规定的。 1900只回答了一句, 两人在谈论中笑出了声,店老板这才知道这首曲目是1900所弹奏的。 麦克斯感到惋惜,觉得1900制作完唯一录制的母片被摧毁了。 老板拿起唱片告诉麦克斯,这张或许就是母片,因为这张唱片是他从一个钢琴里找到的, 是他通过粘贴才得到现在完整的唱片。 麦克斯接过来,内心满是激动。 他抚摸着1900创作的唱片,久久难以平复激动的内心。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,老板又告诉麦克斯一个不好的消息, 维吉尼亚号由于在码头荒废太久,决定在不久的将来要被炸毁。 听到此消息,麦克斯为之一阵, 他来到码头,看见如今这一艘破败不堪的维吉尼亚号, 他又深陷回忆中。 在当时,想上这艘维吉尼亚号需要才艺才能够进入。 麦克斯拿出他的小号,完美地演奏出一首曲子, 深受大家的赞扬,为此取得了上船的机会。 到了深夜,海面上狂风打坐, 麦克斯头一次上船,被摇摆的船身带着左摇右晃, 他一个人被带着滚出了房间。 在一次次摇摆中,麦克斯也一次次来回翻滚。 就在这时,他遇见了长大成人的一九零零。 在摇摇晃晃中,麦克斯跟随着一九零零的步伐来到了礼堂中。 在那里,一九零零坐在钢琴前, 他让麦克斯将钢琴下的轮锁打开, 和他一起坐在钢琴椅上, 享受摇晃带来的舒适感。 在较大的摇晃中,他们冲破了玻璃门, 一路滑到了船长的房间, 将门口撞开了一个大口子。 一九零零像个犯错的小孩一样, 乖乖地站在船长面前, 任务客人的船长发两个到船底部的锅炉房铲煤。 在休息时刻,两人躺在煤堆上面, 一九零零这时描述一个充简的城市, 他告诉麦克斯, 在那儿的冬天很美, 三月总能期待午后和那景色不齐而语。 浓雾就像一片如白色的帷幕, 面对一九零零的描述, 麦克斯想起了这艘船上之前, 曾经听过一个传闻, 它的名字就像运货的列车一样长, 在这艘船上出生的却没有下过船, 这位音乐创作者是他前所未见的一个人。 在麦克斯一开始以为是眼前的一九零零, 可经过对陆地能有这么详细的描述之后, 认为这个人并不是一九零零。 工人们在为最后的爆破做了准备, 麦克斯准备冲上船寻找还未下船的一九零零, 却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。 他来到办公室里面找到负责人, 告诉他在船上还有人没下来, 他为了证明这一切又开始回忆起往事。 那时候的一九零零和他都是演奏者, 在那里他给上等人带了乐趣, 领头人让一九零零来几首简单的旋律的, 然而一九零零并不会按照领头人说的去做, 他会用多变的技巧和旋律带动客人们一起谈调。 不过在这之中, 一九零零只有来到三等舱时, 才会弹走真正属于他的音乐, 为那里的听众们带去不一样的音乐, 让在场的观众们听得如吃如嘴, 自己也同样会沉浸在气中。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女人发烧散发着香水微, 一切都闪耀着光芒, 灵魂会在四处游动, 有时停留在伦敦市中心, 有时会在乡间行驶的火车上, 或是在火山口旁。 麦克斯此刻才明白, 眼前的人就是那位从未下过船的一九零零。 船很快行驶到海岸边, 人们拿着行李纷纷向船口跑去, 只留下一九零零一个人静坐在那里。 在甲板上, 麦克斯试问一九零零, 为什么不走下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 在那里他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, 在那陆地上, 人们会为你疯狂, 你能赚到许许多多的钱财, 买一个好房子, 娶一个好老婆。 一九零零在一声声为什么中, 将自己不下船的原因告诉了麦克斯。 讲到这里, 麦克斯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, 并带着负责人到维吉尼亚号上, 一方面是为了寻找还未下船的一九零零, 另一方面是为了延迟爆破时间, 他们来到了船体内部, 在破旧的舱坊中似乎又看见了一九零零, 那一张张照片是那么的眼熟, 思绪一下子拉了回去, 在深夜, 一九零零独自一人坐在钢琴前弹奏着, 在角落突然传来一阵手风琴的声音, 形成完美的和声。 这是一位意大利人, 他慢慢地走到一九零零身旁, 讲述自己的往事, 那时候的他, 妻子和别人跑了, 五个孩子都因为发烧, 而一个个离开人世, 唯有的只有一个女儿, 幸运地活了下来。 为了女儿, 他决定和命运作斗争, 开始漫无目的地各地旅行, 接着他来到一个未知的城市时, 他在一个山丘之上, 看见了一个最美的事物, 那便是大海。 在他挫败的时候, 听到大海的声音, 仿佛有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在呐喊。 这段轻描淡写的对话, 让一九零零第一次对生活展开了无限的遐想。 麦克斯在破烂的船体下方呼喊了一九零零, 不过始终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声。 几人来到礼堂中心, 虽然现在已是破败不堪, 不过麦克斯还是在这里即兴地嗨唱起来。 在那时, 一九零零一如既往地弹奏着乐曲, 给观众带来欢乐。 在闲暇时候, 他还向麦克斯展示了另外一个特异功能, 那就是能够看清每个人身上特征, 说出每个人具体做了什么事情。 他首先描述了一位刚走进来的小伙, 通过他的行为举止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, 喜欢的朋友们, 下期同一时间, 我们不见, 不散。